全球暖化问题严重 瑞士阿尔卑斯山冰川加速融化 在瑞士西部两条冰川之间的岩层 2000年来首次露了出来 让登山客汉科学家看了相当痛心 全球暖化发威 地球的面包真的不一样了 2000年不见的岩层 有如一头海中浮起的黑色巨兽 隐生生把瑞士这两条原本相连的冰川隔开 登山客汉前来测量的冰川学家 踏到光秃秃的岩石 内心为着发烧的地球感到痛心 这里是瑞士西部阿尔卑斯山山区 知名的滑雪胜地 海拔2800公尺 冰川一年一年融化是许多人知道的事实 但亲眼看到瑞士引以为傲的冰川 快要所剩无几 感到很着急 去年冬天以来当地降雪量稀少 加上今年夏天又经历两次欧洲热浪 阿尔卑斯山正面临60年来最大规模的冰川融化 根据目前的冰冰速度研判 到这个月底瑞士这两条冰川之间的沿层就会完全露出 将让外界更深刻感受到气候变迁的威力 张力德比一